臺南市場黃偉哲到安平區 新永華夜市發放五十元的夜市券 逢人就發 就怕有人沒拿到 有拿到夜市券喔 沒有 發這個消費券的話 變成很多消費者會比較想來逛夜市 購買的慾望也會比較強 為了帶動消費 這一張五十元的券 不只是夜市有 在市場也有機會拿到 這張券有限定地點 使用日期和時間 每天發放的市場夜市券 用顏色來區隔 預期不可使用 是在不同的時間點裡面 每天才進行相關的印制 而且每一張號券上面 我們都有編號 用彩色影印來做 這個偽造的部分是觸法的 整個臺南傳統市場和夜市 預計要發兩萬張 另外還有經濟部 預計要在七月推出 半價銅板購 像是有臺北的士林夜市 新北系直的秀峰市場 臺中逢甲公公夜市 嘉義市文化路夜市 臺南的鎮載寮花園夜市等等 以臺南人來說 七月份就可以在不同地點的市場 和夜市拿到市場券 夜市券還可以享有半價 銅板購的優惠 做好房業同時 中央和地方政府 都想要刺激消費 讓在疫情期間 大受影響的攤商們 業績能夠慢慢回流 下面請問黃之中 何向東 臺南報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